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元 首先,先祝大家愚人节快乐 因为今天是愚人节 但是我今天这个影片 跟愚人节是完全没有关系 ok,我先跟你们讲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大概一两个月前 我就开始发现沙子有一些地方怪怪的 之后我就觉得很奇怪 然后有一天,我就趁他没有注意的时候 我忘记他那时候是去厕所还是去冲凉是什么东西 我就拿起他电话 就在这个时候,他电话响起一封message 那个先message来的人是一个男生 他的名字是J开头的 我不会讲你是谁 我不会把你讲出来 ok 但是你自己清楚知道 你做过什么 我跟Sandy在一起已经准准三年半了 三年半的感情 你插进来做什么 我问你,那个J开头的 名字插开头的 你插进来做什么 ok,可能 可能不单单是你的错 但是你要知道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已经三年半了 你觉得你做这种事情对吗 我原本不想把这种事情讲出来的 毕竟这不是很好看的事情 这对我来讲 并不是很光荣的事情 可能 你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不对 这个J开头名字的男生 跟沙子 曖昧 曖昧了足足 几个月 应该有两个月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应该有两个月 Sandy 两个月了 我两个月前就发现你们的 曖昧message 你们那些love啊 什么啊 很恶心 两个月里面 我在等你 跟他没有联络 或是你会跟我坦白 你有跟这个男生在曖昧 然后可能你会跟我认错 这样子 但是你没有 你们反而还持续的联络下去 我到现在 偶尔趁你不注意的时候 拿你电话 打开那里message 我觉得很心痛 你是不是觉得 我每人在忙 没有时间陪你 你有跟我坦白过这个东西吗 可能经过这件事情过后 我跟沙子的感情就不会再像以前这样 毕竟还没有过我坦白 我等了两个月 两个月你没有过我坦白 机会我已经给了你 我也曾经 暗示过你 我暗示过你你自己知道了 你自己知道我其实暗示过你 但是你没有 选择坦白 我拍这个影片呢 我知道那个解开脱的男生有在看着我影片的 我知道你一定有在看我的影片 我不会把你讲出来你是谁 你自己心知肚明咯 你知道我在讲着你了 可能我也有那个责任 我们两个人之间出现了一些问题 才会有一些漏洞 让你这种人 插进来我们之间 可能我也有那个责任 我忙 我少时间出来陪他 我不想讲多 其他人可以把这影片当作是愚人节快乐的影片 但是你自己知道 我没有再跟你愚人节 我没有再跟你愚人节 我给你三天的时间 你Facebook inbox我也好 你Instagram私信我也好 三天的时间 我等你的道歉message 我跟沙子之间的事情 我会自己去跟他谈 但是麻烦你 滚出我们的感情 滚出我们之间的爱情 如果三天 我真的收到你的message 然后从此以后你不再跟沙子联络的话 我会post出来 让所有人知道 这件事情已经告一段落 但是我不会讲你是谁 但是如果 三天里面我没有收到你的message 我不知道我会做什么 三天